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冲阳道长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虎女皇马其利的故事 马其利可以说是印度最富盛名的母虎 她有着老虎女皇的美誉 多年来,从出现在无数游客的镜头前面 在2016年8月18日,人们为她举行了葬礼 她的死亡引发了印度媒体的高度关注 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其利的资料 她的棋息地是印度伦腾波尔国家公园 享年20岁 去世的日子是2016年8月18日 类别是孟加拉虎 马其利在英地语当中的意思是鱼的意思 因为拥有鱼文形状的美丽的双眼 马其利的这个名字因此而得 凭借其健美的身材和美丽的花纹 马其利多年以来都是印度伦腾波尔国家公园人气最高的巨星 全球著名的摄影师都慕名而来 在其20年的生命里 马其利共育有11个孩子 据报道,由于马其利 她高贵冷静的天性 而且喜欢在摄像机面前摆拍 她成为印度伦腾波尔国家公园 多年以来最吸引人的明星 并且还拥有自己的Facebook网页 马其利20岁的高龄 是公园存活时间最长的母虎 但是在她晚年的时候 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而且由于捕食掉失了好几颗牙齿 她的一生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第一个就是她的高瘦 普通老虎的寿命一般是12到13岁 当然这里指的是野生的老虎 而马其利20岁的野生老虎的高瘦 让她成为了全世界最长寿的老虎 第二个大战鳄鱼 马其利闻名印度并非只因她有迷人的外表 真正让全世界熟知这位老虎女王的 是2003年伦腾波尔国家公园的一次意外事件 当时一只四米长的鳄鱼闯入了马其利的领地 经过一番英勇的搏斗 马其利成功战胜了鳄鱼 这场虎鳄大战让马其利从此声名雀起 虽然在鳄鱼大战当中获胜 但是马其利因此失去了两颗牙齿 这对她后来的捕猎和进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在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下 马其利还是活到了20岁的高瘦 随着这位昔日女王的年事件长 进食缓慢 最终于2016年8月18日寿终正情 马其利去社的消息震惊了全印度 死讯一度占领印度媒体的头条 当地民众为她举办了盛大的火葬仪式 我们尝试着为她提供治疗 但是她死了 这是自然老死的 公园老虎饰养负责人称 马其利的死亡消息也占据了当天印度各大媒体的头版 伤心的粉丝在社交媒体上为这位胡尚夫人和伦腾布尔的胡女王表示敬意 马其利虽然晚年的时候 她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但是她依然是力量以及威严的代表 在她在世的时候曾经生下11只小老虎 园方更估计园区内有将近60%的老虎都和她有血缘关系 园内每只老虎看到马其利和她的孩子都会主动避让 虽然马其利过世了 但是她的精神将会继续留在伦腾布尔国家公园内 永不止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